约翰二书第一章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住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本典 怜悯 平安 从 父神和 父的 儿子 主耶稣 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你们同在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一条命令 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因有许多迷惑人的已经进到世界 不认耶稣 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迷惑人 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使我们不致失去那些 我们做工所得的 乃要得住满足的赏赐 凡违背 不常守 基督道理的就没有 神 长守 基督道理的就有 父又有 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道理 不要接他到你们家里 也不要说神祝福他 因为说神祝福他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相信我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阿们 优优独播放